反而做錯誤的失散 對於酒駕一事 表達內心的責責與情侶 對不起 抱歉 再多抱歉 也換不回女警 陳明慧的寶貴性命 事發之後身影多天 酒駕男流水聲 只敢錄影片鞠躬道歉 卻不敢面對家屬 直到得知女警不幸迅持消息 才接收媒體電話採訪 透露有多自責 常常大嘆一口氣 還說自己難過得一整晚睡不著 但警方追查後卻發現 造成意外的 可能不止流水聲一人 因為當時開車的警員 途欲修 轉彎失控撞上路數 有因注意而未注意的疏失 恐怕涉及業務過失致死 最終可除5年以下有期徒刑 至於酒駕俱簡的流水聲 因為兩台車沒有碰撞 是警車自撞 因此女警殉職 可能不用負擔刑責 酒駕追車警證署規定 如果攔檢不停 除非車上有要犯 車輛是髒車 或有明顯犯罪嫌疑 否則不應該尾隨追車 女警成名會執勤訓職 開車男警恐涉有刑責 但酒駕男當時如果願意停車受解 也不會釀成意外發生 無論調查結果如何 都不是流水聲鞠躬道歉 或是感到自責就能 輕輕放下 記者林中正 宏俊瑋 桃園報道